凤林客家嘉年华28号上午在正面广场举行 以客家文化为主轴的客家嘉年华 一次展出50摊在地美食 以青年思维展现丰富的客家人文特色市集 创新独特魅力的客家大正新面貌与活力 虽然下雨不过家务席近4000多位凤林相亲的热情支持 凤林正每年都会举办客家文化节 而今年有别人以往的企划模式 改以青年的思维来展现客家大正 不同以往的新面貌以及活力 28号上午在镇长林建平代表会主席 龙春文立委傅昆琦 欢迎现议会副议长徐雪毅 议员林平阳 龙会总监事黄荣和等人的揭幕下 展开了凤林正客家嘉年华市集的活动 祭春加油 欢迎凤林 幸福相在 启动幸福 生命被挑 哈加改变法 镇长林建平也表示 透过公所团队集市广益 希望能够唤起青年对于族群文化的支持 凸显客家文化的博大与友善 重新新寻塑创意新活力的客家文化节 多年下来好像看不见百姓的一种热情 所以我们今年公所 我们所有的团队 我们大家所有的主管 我们集市广益 那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换一个方式 我们来用客家美食 然后我们集合我们的市集 那我们从人跟人的连结 那我们跟在地的农特产品 以及在地的青农 那所有手工业者 包括我们新住民 我们来一个凸显我们客家人的一种博大 他的一个友善的一种精神 我们来呈现 那虽然说今天天赋不作美下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满满的群众 他们相当的热情来参与这个活动 也让我们相当有信心 在地小农也表示参与市集的摆摊 当游客一次就能够尝进凤林镇的各式小吃 以及农特产品的行销 加深了凤林镇的旅游深度 凤林镇加年华市集 在正名广场热闹的登场 不仅有街头艺人的展演 客家乡土体验的活动 客家美食的品尝 农家产品的展示 摸彩活动等等 50个丰富的摊位 让游客与乡亲感受到凤林客家大政 传承文化与重新新新硕 创意活力的新目标 记者凌桀 凤林镇采访报道